已知Y与X成正比 且当X等于12的时候Y等于4 则第一小题Y与X的关系式为何 在题目的一开始呢 他就告诉我们Y与X是成正比的 既然他们成正比 我们就知道Y跟X就会满足Y等于KX这样子的关系式 但是这个关系式呢 他还不完整因为K还不知道 但没有关系 其实在题目也告诉我们当X等于12的时候 Y会等于4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把X等于12 以及Y等于4 代入到上面这个关系式 把K求出来 所以4就会等于K乘上12 好经由一项法则 我们就可以得到K会等于12分之4 再把它约分约到最减 我们就可以得到K会等于3分之1 好到这里我们已经求出K是多少了 我们再把K等于3分之1 带回到上面那一个不完整的关系式里面 所以第一小题Y与X的关系式就为 Y等于3分之1X 所以这个就是这一题的答案 所以请把Y等于3分之1X填入到上面的空格来 接下来第二小题 当X等于-18的时候 Y是多少 好在刚刚第一小题 我们已经求出他们的关系式为 Y等于3分之1X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第二小题题目给的 X等于-18 带进去关系式里面 去把Y求出来 好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Y会等于3分之1 乘上-18 好先约分 313 3618 好正负得负 所以答案是-6 所以第二小题的答案 Y会等于-6 所以请把-6填到上面的空格的地方 最后一个小题 第三小题 当Y等于20的时候 那X会是多少呢 那一样利用到第一小题的关系式 Y等于3分之1X 那我们再把Y等于20 带入到关系式里面 把X求出来 所以得到20会等于3分之1X 好再把这个乘3分之1 移到等式的左边来 所以X就会等于20除以3分之1 再来再变乘导数 所以20乘1分之3 就会等于X 最后我们就可以得到X会等于60 所以第三小题 X就为60 所以请把60填入到空格里面